黑車經過路口一個大轉彎 失控撞向路旁三台車駕駛第一時間 不是報警而是下車逃離現場 一路狂奔躲到附近夜店 那個不用找啊 我們有警察出來了 他自己出來 送我去 OK OK 你已經消鬼了 警方到場照示駕駛面色帳喉 全身明顯酒氣 酒測值並驗出0.72嚴重超標 離譜趙逃出現在台中南屯 三十三歲攀星駕駛在夜店喝酒後 酒駕上路轉彎失控自撞 三輛車還波及行人 先撞到這台小白之後 再撞到那台黑色比較嚴重 然後黑色再警告撞到那個貨車 我走到丁氏的前頭 我看到他開過來 我轉頭看 我感覺他會撞到我就跑過去 我還是被撞了 現好閃得快 行人僅有左腳擦錯傷 至於照示駕駛 市則是眉間出血送醫治療 酒測超標自撞海兆桃 龜縮 躲進夜店 以公共威脅 教室逃醫送辦 後續還要背負遭撞車損賠償費 記者揚聲黃翔富 彭雲飛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